上个周末,上个周六,如果是一周的话,上个星期六,我去商店里面买东西。 本来想着,因为它是黑色星期五,所以价钱本来应该这么多,但是因为打折,本来想着可能价钱会只有一半或者更少。 所以我就去商场买东西。 然后有很多很多人和我想的一样,所以他们也以为就是价格本来很高,其实会很低。 所以他们也去商场买东西。 等我到了商场,等我一到商场,我就惊呆了。 因为商场外面,全都是人,有很多很多的人。 然后我走走走走走进这个商场。 第一家店是卖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的。 第一家店是卖电子产品的。 结果,这一家店说,如果你去买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,你就不用排队。 。 但是,如果你想要用钱去买手机,特别是他们刚推出的新的手机的话,就需要去排队。 因为有很多很多人想要买这个新的手机。 所以我就去和他们一起排队。 然后我在这个商店外面等了一个小时。 等了一个小时。 就是这个纷争走了一整圈,等了整整一个小时。 然后我才进去这家店。 因为我想要买手机。 结果,我一进去这家店。 我发现这个手机,它的价格还是这么高。 因为它是新出的手机。 非常的,有很多很多人非常想要。 所以说它的价格还是很高。 然后根本没有任何往下降价的意思。 我在外面。 所以说我排队等的一个小时,就直接白等了。 。 当时我就非常非常的不开心。 非常生气。 最近,这很长一段时间去商场购物。 我发现价格都在越来越高。 很少有价格下降的时候。 即便是在一个购物节。 就是所有的人都以为它的价格会降下来的时候。 其实它的价格也没有什么折扣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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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